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宪政新闻 今天南投县新增三名确诊个案 据是5月25号确诊案5450的同住家人 南投县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振生强调指出 这三名新增确诊个案在第一时间 净疫调匡列接触者并居家隔离监控 无公共场所活动史 以及社区扩大传染的危险性 且民众不必要过度恐慌以及忧心 南投县疫情指挥中心5月25号召开记者会 由副指挥官准证生主持 卫生局长黄昭郎 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 新墓级行政处长引起于列行说明 除了公布及说明新增确诊个案详细情况 政府县长也指出 将继续启动草存症 祖山镇新冠肺炎市区筛检站 并将东方红养生会馆 及养生馆核酸裁检专案 延长一周到6月16号为止 呼吁自觉有症状或是 城府东方红等养生会馆的消费民众 勇敢主动站出来 接受筛检 过程绝对做到身份保密 我们草存顿东方红的一个时代会馆 以及祖山镇的新冠肺炎社区的筛检 有必要跟我们相亲做一个比较清楚明细的一个说明 所以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也一并做我们后续处理的一个比较特别化的一个处理方式 以及目前的整个状况 另外我们就东方红会馆养生会馆 检 裁检的专案 因为还顾及到整个桌面 所以延长一桌 等于就是到6月16号才结束活山检念 所以如果也曾经到过东方红 或是有出击的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筛检工作 我们一定在竹山再办理三场 草存镇办理一场 来弥补不足了 王局长表示 今天三个确诊个案与东方红有关 在上个星期的东方红专案实施之后 有四个消费者前来咨询 哪有些疫情指挥中心认为 还是有必要继续提供 因此会将这个专案延长到6月16号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 在发生确诊的这三例 跟它的传播链是跟东方红有关系 不过我们还是特别去注意到 曾经有到东方红去消费这些朋友 他们的健康问题 那我们也特别在 在上礼个礼拜 我们曾经有一个东方红的专案 那实施下来大概是有四个消费者 然后民众也到我们卫生局去 去专线接受我们的咨询 然后我们大概四位转接到医院去做 那个PCR核酸的 筛检的部分都是隐性反应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有继续提供的一个必要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专案延长一周 也就是到6月16号 那么呼吁这在四月份 五月份有到东方红的这些的乡亲 还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专线 我们还特别强调 再次的强调 这是一个保密的一个专线 您的个资等等绝对不会外泄 这部分还是利用这个媒体朋友 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播的管道 能够让我们的这些乡亲知道 有关东方红养生会馆 及养生馆核酸裁剪专案 黄局长表示 本专案显示KTV养生馆消费者 以及从事人员仍有需求 故将本专案延长一周 卫生局提醒 曾经前往东方红时尚会馆 养生会馆消费者 以及从业人员 可拨打专线预约 由卫生局评估后 安排至在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採检结果本局将近数以简讯通知 身份绝对保密 记者承认至南都市采访报导 网络由卫生局提醒